记者张轩哲台中报道,母亲节将日,为在和平区原著名部落自由国小与博物马国小今日分别举行母亲节庆祝活动,自由国小学童历经七个月茶道学习,纷纷化身小茶人,以正统茶道奉茶给母亲或阿摩,表达对母亲的感恩之意。 博物马国小妖社区居民演出从午后表演至深夜,让原民社区提早欢度母亲节和平区大安西沿县部落两所小学往年都同天庆祝母亲节,今天上午自由国小母亲节奉茶仪式已举行多年,包含双旗,三叉坑部落的爷爷奶奶皆共相盛举,往年都采简略的方式倒茶给妈妈,感谢亲恩。 去年台中国美福伦社了解学校的需求后,本身也是行茶师的社长林南京,邀请社友为学童量身打造小茶人茶道培训计划,捐赠学校15套精致茶具,邀请八位行茶师及花道老师从台中市到部落指导学童茶道和花道文化并实际操作。 林南京表示,学童从认识茶,到茶洗用品,茶具特性,行茶四饶素,茶贴制作等等,并结合花艺教学,将美学文化向下扎根。 多数都能掌握泡茶药领,茶汤色泽跟味道极佳,自由国小五年级学童林玉恩亲自泡茶,再奉茶给奶奶林秋香,林秋香说,儿媳都在外地工作,跟孙子两人住在部落,第一次喝到孙子泡的茶,非常开心。 自由国小校长兰基恩说,透过茶道教育,又让原住民部落居民多品名根喝咖啡。 博物马国小校长比令亚布指出,学校庆祝母亲节活动。 从下午开始,先举行足语表演根朗读,给妈妈祝福话语,傍晚有社区居民表演歌舞,大家一起吃晚餐,活动预计至深夜,跟社区居民一起欢度母亲节。